清宫密室 未来是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什么雍正皇帝是不是被李孙娘所杀呀 乾隆爷爷在民间到底有没有私生女啊 啊 大家都挺感兴趣的 那么今天呢 万之就打算再说一段清宫密室 只不过这个主题跟以往不太一样 什么主题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 就一个字 吃 吃里头 能藏着什么密室啊 哎不但有数量还不少呢 咱们一劲儿一劲儿的说 先说第一件 一道满清空心的吃 大家脑子最先放下的人物是什么满汉全席 现在呀很多人啊都听说满汉全席这种东西 是吧 一想说满汉全席 那满汉全席 那满汉全席 无其不有啊 没错 按照明天的说法 标准的满汉全席 每桌大小菜品共计320道 想把每道菜都细细品尝一遍 至少那三天三夜 那么历史上的满汉全席真的跟民间传说一样吗 这个问题啊 有学者 咱们 八字算秘书 甲城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存八字推荐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251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秘书 提加风吹 零鼓法学 道长规矩 2088 二国88 最出名的一次马汉全席 据说是乾隆二十四年 实任两江总督隐聚战 为了招待好第二次南巡的乾隆皇帝 把重金搜入了天下的珍稀食材 平变了各大菜系的顶尖凌厨 在扬州办了一座超豪华的宴席 你押油就不要吃了 天上飞的地下泡的水里有点 海参熊脏 燕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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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吧 各种珍稀美味你想到想不到的 英雍技朽 满族人喜欢吃的什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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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 比如说呢 马汉全席上呢 传说啊有一道菜叫双烤 什么叫双烤呢 就是这个满族人喜欢吃的草小猪 跟这个满族人喜欢吃的烤鸭子 拼在一块叫双烤 是这么一道菜 然而可惜的是 上面说的这些 只见于民间野史 在各种正规史料当中 却看不到半点记载 经过进一步的考证 有专家得出了结论 满汉全席确实有 但是绝不像传说中那样极尽奢华 什么三个股道菜吃三天三夜不考虑 其实呢 满汉全席实际上并没有说固定的体验 什么叫满汉全席呢 正是在这个清朝的初期啊 哎把这个满族官员跟汉族官员啊 聚在一起吃顿饭 就好比说现在两个单位合并了 哎合并成一个单位呢 同志人来的吃顿饭吧 那么具体说是有没有这么吃三天三夜的满汉全席呢 在清朝是不同的这件事 那么历史上真正的满汉全席是个什么标准 达官贵人们都吃了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倒是不算的 只要查一查当年参加过的人 是怎么说的就清楚了 画面上的这个人呢 名叫赵慧 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位大将军 公元1758年 赵慧奉辞远征新疆 历史两年 最终平定的大小合作方案 让乾隆皇帝更为高兴的是 这位赵慧将军复旦打了胜仗 才给皇帝送来一份 河外的后衣 这个后衣 一个花容月貌 遍体生香的维吾尔族大美人 那种 就是后来送名的江飞 所以这样又会拍打屁 又有本事的有功之臣 皇帝自然不能亏待 除了家官进阅之外 乾隆25年农历3月初三 乾隆还在风格园举办国宴 亲自来犒赵慧和他的手下 这次国宴那就是所谓的满汉神席 参加的满汉大臣 共近百人 大家肯定会想啊 就这样的规格 那酒桌上还不是啥好就上啥 是吧 啥会上啥呀 那您的就猜错了 赵慧将军很明确的表示 参加这次国宴 他不但受了不少罪 最后人家饱了那块钱 是饿着肚子回家的 吃个马汉神戏会饿肚子 开什么玩笑 骗谁呢 咱们还是来看看 赵慧在回忆录里是怎么说的吧 国宴那天上午9点 前路皇帝大驾光临风格园 一番磕头行李之后 国宴就算开始了 完了 上菜什么东西 时间还早 大家先得喝个茶来到这儿 结果呢 赵慧受罪的过程也就开始聊 怎么呢 皇帝请人喝茶 那叫赤茶 如果你钻几杯子来就能喝的 各种规矩是一套接着一套 快点把茶钻上来之后 赵慧的手下得跪下来 宫请皇上先喝了 接下来 自己再跪着把茶喝下去 然之后才能起床说话 我们前往再一段茶杯 哎呦我赵慧他们又得跪下来 净茶喝茶 总之吧 几杯茶喝下来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餐饭了 赵慧的动作 好多人都出去了 好多人都出去了